你 雨萱 你来了 你换衣服了 我的衣服刚才借给别人了 可衣服不是在这儿吗 你借给谁了 杜亦娜 她拿了我的房卡 房卡 她为什么会有你的房卡 雨萱 这是个意外 还有意外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骗子 大骗子 不是我自己不想打人手 我给你的ithe 你还不敢打人手 下一个月 你给我打人手 我将会再说 你会する想法 都还要让你 说那ria 发露了 我啊 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没事吧 你走开 傻瓜 你误会我了 我没有 你刚才看到杜依娜从我房间离开 那是因为我拒绝了她 严谨哥哥 我房间就在五楼 去我那儿喝一杯吧 不了 我女朋友还在等我 那你的衣服 你先披着吧 我去哪儿喝 我去哪儿喝 你吃个人 严谨哥哥 你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想把外套还给你 好 那你可以离开了 严谨哥哥 我有话跟你说 那就快说吧 就在这儿 好吧 严谨哥哥 我从国外回来办巡会展览 只是想让你看看 我已经不是当初的 那个小女孩了 我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我一直认为 以你的性格谁也看不上 可是我没想到 没想到刚回来 就听到你有女朋友的消息 请自重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而且也希望你明白 请尽快离开 免得我女朋友误会 我可是要哄很久的 严谨哥哥 我到底哪里比他差了 你为什么连最后一次机会 都不肯给我 你从来就没有过机会 也不存在最后一次 严谨哥哥 还请你尽快离开吧 我只爱寻与萱一个人 就这样 你确定 省小姐 您是来找顾总的吗 他在调科室吗 他现在应该在藏品阁 我带您过去吧 不用了 我知道在哪儿 你去忙吧 谢谢 又想起你的初心了 你怎么来了 刚到 你来这里找灵感啊 是啊 小时候 就是因为这尊雕塑 才对雕刻起了兴趣 也像自己雕出一尊仙女腾天 真想知道 祖先顾旭 是怎样雕刻得如此栩栩如生的 或许他是见过了真的仙女跳舞 才能有这样子的灵感吧 包括送给你们家仙女腾天图的那个人 我觉得他一定是见过真正的仙女 只有照着仙女画 才能画得这么穿身 虽然画像跟雕塑一模一样 但可以看得出 他们对仙女的情感完全不同 几千年前的仙女什么样 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 感谢上天 让我遇见了我的仙女 这个呢 就算奖励你的 你一定要好好雕刻 我先去个地方晚点回来 嗯 爸 这吓我一跳 怎么回来不打个招呼啊 爸 妈妈的那些东西都在哪儿啊 什么东西啊 就是关于舞蹈的那些 又想着跳舞啊 那都把你跳进医院了 怎么又要跳啊 爸 爸 我已经好了我想学跳舞 好啊 什么好啊 别说你那个创伤应急症啊 就说你 你八岁到现在你还跳过舞吗 你还怎么跳啊 不给 我就是想学妈妈当年跳过的一支舞 什么舞啊 我印象里 小时候妈妈在我面前跳过 好像是有点 敦煌风格的那种舞蹈 爸 你就答应我嘛 万一我学会了 那是不是就说明我的病全好了 你以后也不用担心我了 是不是 爸 爸 在书房呢 谢谢爸 瞎折腾啊这是 你妈妈的 徐晓鸥 你自己看 来 对 眼睛 看那个方向 对 看出去 随着眼神把胯顶出去 爸 咱家以前那个VCD机还在吗 VCD 少卖了 那这些我就拿回去看了 等等 看看这个 这个动作 我感觉跟千女藤天图还有点相似 我看看 爸 这个剧院现在还在吗 这个 好多年没去了 都不知道他在不在了 那我自己给我去看看 我走了啊 大老远的来一趟不在家吃饭了 顾雁城马上就要比赛了 时间紧迫 下次我回来之前啊 给您打电话 拜拜 总算知道 为什么女儿是父亲的小情人 有了男朋友不要他爹了 老婆 老婆 只有我的心头肉啊 这儿 还 rewrite 没错 这就是妈妈当年跳舞的剧院 你好 你好 什么事 请问今天这个舞剧还有票吗 有 你要什么位置 现在还上什么位置 什么位置都有 那要一个前排最好的观看位置 四百八 过去了 谢谢 这没人看的舞剧还有人来买票 好 我给你写的 我看这个舞剧 我看这个舞剧 你们看这个舞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好像啊 好 好 好 太好了 谢谢大家 观众不能进后台 您好 我找人 您可以帮我问问吗 您找谁 就是 刚刚在台上跳舞的那个女孩 你说她是女孩 不是吗 你连男女都不知道 我再说一遍 陌生人禁止进入后台 麻烦您帮我问问吧 我真的有很急的事情要找她 不行不行 您快出去吧 徐云轩 我认识她 你去忙吧 好 竟然有这么好看的男人 而且还认识我 徐云轩 你怎么来了 你 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了 是我 高嘉谦 高嘉谦 小时候 你还跟你妈妈 来过这个剧场呢 都忘了 不认识我 是 你是谁啊 这里正在排练 现在人的是不能进来的 你别误会 我 我爸爸是剧场的工作人员 那你是来干吗的 我是来看仙女姐姐跳舞的 仙女姐姐 你说的是她吗 你喜欢跳舞 喜欢 非常喜欢 那我可以教你啊 我会 可是 我爸爸说 男孩子不能学跳舞 你爸爸说的不对 只要自己喜欢 都可以学的 我好想像仙女姐姐这样 在舞台上跳舞啊 没问题 我跟我妈妈说一声 让她教教你 她是你妈妈 是啊 当年事故之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你 和她们 也不愚能 我对我